第58屆金鐘獎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導演獎 得獎的是 恭喜 林鈞陽 人選之人告浪者 當一展現非常成熟的場面 調度和敘事能力 將難以入口的政治職人劇 呈現的自然流暢 在精色的角色和議題之間 仍讓觀眾一集接著一集 想往下一探究竟 大家好 我是照浪者的導演君洋 我其實通常都是 現場發揮沒有寫講稿的 那今天我寫了講稿 但是我上來就忘了 首先真的要謝謝 首先要謝謝其實是玉琳姐 然後Leo 然後你們的Guzz 把這個故事 呃 帶到現實當中來 然後謝謝小莉 謝謝薇招 把這些 你們填掉了這些蛛絲馬跡 變成文字上面 可以閱讀 可以讓我們入戲的 各種 然後謝謝我所有的演員 願意跟我一起 在這個故事裡面 把你們靈魂的碎片 留了一點點 在這個故事裡面 呃 謝謝我所有的幕後團隊 尤其是我的導演組 很喜歡跟你們對話 你們不停的問我問題 不停的逼我給答案 呃 這些過程其實都 非常非常的驚險 呃 我不兇 我想 呃 但是我想這些過程當中 每一絲 每一個每一個 在背後推了我一把的力量 讓我今天有機會在這裡 呃 拿起這個講座 那當然我要謝謝我的家人 我的媽媽 然後我的老婆 然後我的小孩 呃 他們 有很多很多的 呃 時候可能看不到我 然後尤其是接下來 我又要去拍戲了 呃 謝謝你們 在我不在的時候 把這個家好好的守好 然後呃 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呃 台灣的戲劇 會越來越好 相信我們 謝謝 可以嗎 來 當然要補仿一下 來來來 玉琳姐先 從我們約了距離 做工的人 到人選之間造浪者 百發百中 再補獎一些得獎感言 剛剛忘了說的 我們有個直播間 這一台 看他 呃 OK 好 對 我覺得可以拿到這個獎很不容易 因為我們的對手也是非常的強勁 然後 這個題目真的很不容易啦 對 恭喜得獎了 謝謝 今晚好好慶祝 動算了 要好好訪一下軍陽 太厲害 今年影視大滿冠 我好像從年初到年會一直看到你 小弟的榮幸 你才大滿冠 沒有沒有沒有 我的榮幸 來補獎一下得獎感言 對著鏡頭 呃 該講的都講了啦 因為說實話其實是寫不完 然後 呃 我覺得其實能夠站到舞台上面有太多太多的因緣 那些因緣可能是來自於人 來自於當下社會的氛圍 然後呃 呃 有好多好多的原因其實很難一一描述 對 我還是非常非常感謝就是 對我來說能夠站到舞台上讓大家看到 呃 或者是藉由我說故事的一些能力 能夠把一些故事傳達到 我認為對的地方去 然後造成一些反響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非常榮幸的事情